习近平变得很重要 美呼吁中共推动外交解决乌克兰问题 1月31日 据美国之音报道 在俄罗斯沉冰乌克兰边境引发的紧张局势持续之际 美国国务院的一位高级官员星期四呼吁北京利用他对莫斯科的影响力 敦促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 普京总统下星期将前往北京出席冬奥会 并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讨论乌克兰等问题 在美国对俄罗斯的安全要求做出书面回复并等待其进一步的反应之际 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卢兰星期五 在国务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到俄罗斯和乌克兰问题时 呼吁北京发挥影响力 敦促莫斯科不要对乌克兰动武 我们呼吁北京利用其对莫斯科的影响力来敦促外交 因为如果乌克兰发生冲突 这对中国也不利 卢兰说 它将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能源领域也将有重大影响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 回到我们应该做的事情重建美好未来将更加困难 这位国务院的第三号官员没有回答他 是否认为中国正在关注美国如何对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行动 做出反应 以及这是否可能会被视为美国应对包括可能入侵台湾这种危机的风向标 以及这是否会影响到美国对俄罗斯的反应的问题 他说 这里涉及太多的假设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 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通话时 也强调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进一步侵略行为对全球安全和经济会带来的风险 并向中方表达了缓解紧张局势和通过外交努力向前迈进是负责任做法的立场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布林肯在与王毅的通话中提到 俄罗斯与乌克兰问题并不令人意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不同于我们与俄罗斯的关系 也不同于世界上许多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 普赖斯说 正如你从副国务卿那里听到的那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实有一种关系 可以让它以我们希望具有建设性的方式利用其影响力 我们希望看到这种方式具有建设性 在美国与中俄关系都在恶化的同时 中俄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则在进一步加强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表示 俄中关系是21世纪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普京总统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保持着频繁的接触 与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 形成鲜明对照的事 普京不仅明确表示反对对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 而且会前往北京出席冬奥会的开幕式 以力挺北京 星期三 美国国务院第二号官员 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在一次研讨会上评论说 普京在北京冬奥会开幕之际入侵乌克兰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不会太开心 中国官方否认了习近平向俄方提出希望 不要在冬奥会期间入侵乌克兰的要求 称有关报道纯属子虚乌有 克里姆林公表星期五表示 在北京期间 普京会花很多时间与习近平讨论俄罗斯与乌克兰问题 我想这一次当然会把很多时间花在讨论国际问题上 包括欧洲的战略稳定 向俄国提供安全保证 欧洲安全 俄国与美国及北约的对话 以及地区问题 克里姆林公发言人佩斯科夫对媒体说 针对俄罗斯与美国和北约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对峙 中国表达了反对北约东扩 并呼吁有关各方充分考虑彼此的合理安全关切 避免对立和对抗 在相互尊重基础上 通过平等协商妥善解决分歧的立场 时刻新闻播报